全台先前传出有240家的药局 将要退出帮忙卖口罩的行列 而花林县内原本有97家的健保药局 其中7家确定要退出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些药局都是一人药局 帮忙卖口罩的负担相当的大 不过卫生局也回应 接下来会继续的沟通 或是增加其他的据点 来不影响民众购买的便利性 开放民众两周内领取酒片成人口罩 也让药局是大排长龙 而通常来排队购买的 都是不会使用网路订购的长者 而这样的购买习惯在花莲处处可见 而偏向地区更是如此 也让药局人员吃不消 网路也可以订购 对对对 可是网路的是要比较 是让人头脑比较好的 先前全台传出了有240家的药局 将要退出帮卖口罩的行列 而华林县内原本有97家健保药局 其中7家确定要退出 主要原因是这些药局都是一人药局 帮卖口罩负担太大 实在有的药局的药师 本身一人药局 增加了数 那个工作量太大 已经都没有办法承受这个动作 所以就会想要退出 就继续做这个 不过他们是真的是有个人的因素 这个我们都能够体谅 那事实上很多都认为说 是因为太辛苦了 但是事实上也有的是 偏眼地区的那个药局的话 因为人数少 很少人买 整个药局里面堆满了 很多的口罩没有销售出去 也有 这种状况 华林县卫生局表示 想退出卖口罩的药局 卫生局也会继续沟通 或者增加其他的据点 也不影响民众购买的便利性 为最大原则 记者刘明胜 华林市采访报道